看一下剛剛黃賢勇 他的一個精彩畫面 這場比賽的確是 前面不分上下兩個人都 終端都沒什麼力量都不足 沒有構成什麼得分 那麼一直到比賽進行到最後 不到30秒的時間 黃賢勇才連續兩個上段的攻擊 來取得分數 那麼韓國選手在這場比賽呢 第二回合開始 一直想要用轉身的一個上段 來取得分數 但是最後是被黃賢勇用這個 上段的攻擊 以及方亂之中衝進去的 黃賢勇直接的上段的一個候選呢 就踢到了頭 因此一下子就吃掉了6分 要追都追不回來 所以這場比賽最後呢 就是由黃賢勇取得勝利 黃賢勇的確喔 在第一場比賽抽到韓國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捏把冷汗 最後擊敗勁敵 能夠取得勁敵 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不過黃賢勇的對手呢 還有包括了泰國啊 這些還是有非常強勁的對手